各位,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安裝機器人 那我們安裝的順序會是這樣子 先安裝左腿 然後來測試一下 左腿是不是安裝正確 再安裝右腿右腳板等等的 那我現在切換到我們這個畫面 第一件事情先確認 你先拿出你的這個東西 這個是他的身體的部分 那身體的地方你仔細看他會有個箭頭 這有個箭頭,箭頭代表是 前方,所以這個是 正面 那所以 這是前方,這邊就是左腿的位置 這裡就是右腿,左右 那接下來 我們要知道左腿的馬達是哪一個 我們剛剛已經跟你說了,左腿是第2個 左腿是拼2 所以拼2就是 這一個,這就是我們的左腿 那我們左腿的這個呢 你就可以把他先 把他的這個 懸臂先拿下來 接下來把他裝到左邊 記得這是朝前 所以這是左腿 好,那這個形狀呢 剛好跟這個東西可以對在一起 所以就直接把他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把他鎖起來 在這個馬達兩邊都有個 耳朵 這耳朵正面有洞 所以就把他鎖起來 那我們要鎖的時候要記得我們的 螺絲有兩種 在你的 馬達包裡面啊 他會有 三個螺絲 有兩個會是長的 有一個會是短的 那請記得一定要分清楚 這兩個是用來鎖耳朵的 這是用來鎖懸臂的 那你如果用錯的話 可能就會傷害到你的馬達 所以千萬不要用錯 那我們現在會用的是長的螺絲 用長的螺絲 然後呢 我們來 鎖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 你把鎖起來 好 好這邊鎖好之後 他就在這邊 確認你這邊是很穩定的 你可以搖搖他 都很穩定 好那我們其實也可以順便鎖一下第2個好了 我們順便把 他的右腿也鎖上好了 反正 不影響 右腿是第3個 所以我們找到第3個 就是他 第3個我們把懸臂拿下來 用同樣方式把他鎖起來 就在這裡 國漁延安 我們要再次 然後 一會兒 這樣 好 好,目前我已經鎖好了 所以我的左右 你確定一下它是不是夠穩固 如果發現它有點不平的話 要再記得把它補好 像我剛剛發現它有點不平 沒有塞好 所以我現在來補救這件事情 好 那在你在安裝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這個是3D鍊硬件 它有時候邊緣會有一些塑膠還留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美工刀 然後去修飾一下這些洞洞 OK,好,那我現在已經都裝好以後 我們要把那個腿裝上去 那腿裝上去它是一個需要微調的動作 我們這兩隻腿先知道一下腿要怎麼裝 我們這有兩個懸臂 懸臂要先裝進去 它裝的位置是在 仔細注意一下裡面 我所指的位置 這裡 要裝在這裡 所以要把這東西 把它放進去 可是它有個問題 它其實這根是比較長的 你如果要放是放不進去的 那我們會修飾一下這一段 就把前面這段修掉 那至於要修掉多少呢 看一下 這等一下裝進去的時候 就是這段會多 這段多的我們要把它修掉 那我現在教你怎麼看 你要修掉哪一些 我用油性筆來做記 各位注意一下 這是3D練印的這個腿的殼 這邊殼 殼有這麼厚 就是它的外臂有這麼厚 外臂的這一段 這邊地方都要修掉 所以我等一下畫黑色的地方 都是我們要修掉的地方 大概就是兩個洞的位置 這地方都是你不需要的 所以各位 等一下我們可以把黑色的地方給它剪掉 我來拍一張照做一個紀錄一下 記得黑色的地方是不要的喔 好那怎麼修呢 我們就拿剪刀 拿起來 把黑色的地方剪掉 那如果你剪的多沒關係 反正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黑色的地方被我剪掉了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把它順利的放進去 確定一下可以放 好 這樣就放進去了 對不對 可是啊 這個其實會有點不穩 所以我要跟你說 我們會使用雙面膠 待會雙面膠呢 我們會黏的地方 我用這來指 你會在這邊點一點雙面膠 這個位置喔 不要點到這個地方 更不要點到 待會這個 懸臂的中間 因為如果點到這邊的話 它是跟 馬達的齒輪相連接的地方 你點進去的話 馬達就卡死了 這個馬達就壞掉了 所以 記得你點的位置是在這裡 這裡 就一小滴就好了 不要太多 好 我現在點了 然後我現在把它放進去 放的時候不要讓你的三秒膠沾到熟 也不要讓它去碰到你的懸臂其他地方 就像這樣子 兩邊的懸臂都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把它剪了之後把它放進去 那你剛剛已經大概知道 它就是剪掉兩格左右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確定一下 可以放 好 這樣子可以放的 然後 我要點三秒膠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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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放進去了 我現在兩個懸臂都好了 那現在要分的啊 你知道怎麼知道哪邊是左腿什麼 哪邊是右腿啊 先認識一下 從 從我們的 機器人來看 這邊是正面所以我這邊朝前 這裡是朝前的點在這裡 然後呢這個腳的位置啊 他到時候放的時候 腳的這個地方 他是後面 這叫後面 所以 兩隻腳 這樣叫後面 他等一下放的時候請注意喔 他是 後面喔 他是這樣放的 看清楚了嗎 我們現在要鎖東西 鎖東西之前我先確認我們的App經典線 然後啊 這裡面 你按 Walk的話他每一個馬達都會動 那這裡的Home跟Steve在做什麼事情 他其實 Home跟Steve就是讓他這些馬達回到 機器人例證的位置 那Steve的就是他會去用電把馬達鎖起來 鎖住讓他不要動 那Home的話就是不會鎖住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鎖 這些馬達的時候呢 請你記得 我們用Steve 先鎖住他 讓他不會動 所以他現在轉是轉不動的 我們這時候再來鎖 你就不會說一邊鎖的時候馬達就轉來轉去 就麻煩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 把他鎖起來 那鎖的時候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箭頭是朝前 然後我們已經把 這些 三秒鎖已經把他黏住了 那現在呢我們就是 把他 這地方朝後 看一下 臉朝前 然後這地方是朝後 這樣接起來 我用前接這裡好了 那在 鎖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的馬達其實這邊是 是一顆 這個齒輪是一格一格的 所以 他不會鎖到很準 但沒關係 你就盡可能拿他準就好了 我們等一下可以用 我們的軟體來微調他 那鎖的時候請記得我們要用小的 小的螺絲 好 那如果像剛剛我們的那個 三秒鎖其實沒有讓他 完全沾黏住的話你也可以在事後在旁邊再滴進去讓他升進去 那我們現在已經說好了 可是我的 馬達有點歪 所以我現在可以用這個來微調 這就是來微調程式 你可以看我這邊可以 轉他 你要讓他確保他是在正的地方 然後這也是 轉到正的地方 好兩邊都正 好多少錢了 就按save 底下save就把他存起來 然後再來我們就會準備要鎖下面的部分 好那下面的部分我們就用下一支影片來說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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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